一想起 连自己大儿子最后一面都无法看到 这叫做妈妈的情何一堪 悲宠中来 手里紧握了大儿子照片 她是国内首例新冠肺炎 死亡个案 彰化白牌车驾驶的母亲 圆满靠着两个儿子开白牌车卫生计 怎料这话弄人 但儿子因为染疫上升 他和最小儿子也因此跟着住院隔离一个月 然而不幸的小儿子最后也确定染疫 还在医院治疗 留下他一人回到家中顿时依靠 没钱缴房租 还有庞大医药费 三餐也成问题 生活陷入困顿 最无法承受的是还得面对异样眼光 索性这段期间 还是有爱心人士 适时送上关怀 让老人家还有活着的勇气 房租 医药费等沉重压力 迫使老妈妈不得不向命运低头 好在当地市民代表收到消息后 立即协助帮忙募集生活资源 让家属非常感谢 如今经济问题暂时获得书解 只盼民众异量的眼光 也能跟着消除 让他们重拾活下来的希望 这陈生委员静宇 正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